再来 学院是否可安排 住与学生学习的参访 可以 但不是这个时候 现在还不是参方眼的时候 你没有参方眼 没有参方眼是什么状况呢 我师父跟我讲一件事情 很好笑 他说我师父在清凉市的时候 刚创立 刚创立的时候 有些人就出去外面去参选 其实他出家没三年没两年的 他就出去 出去之后有人念佛快 有人念佛慢 有人打地中拿得高 有人打地中拿得低 有人念四句循环的佛号 有人念五句循环的佛号 有人有拜佛 有人没拜佛 那个某家回来跟我师父说 我们清凉市要这样弄 某家回来说 我们清凉市要这样做 一人一把号 各随各个掉 每个人都说我看到了最好 其实不是这样 要去参学 要真正有助的话 古德有讲 参方必须有参方言 很多人那不叫参方 那叫什么 那叫放逆游立 他只到处游玩而已 然后到了人家道场当中 他懂得掩藏自己 懂得跟人家讲道话 道上的话 修道话 他完全无心在道 可是懂得跟人家 用道话来互相怎么样 涂墙壁 互相掩饰 互相的装点 残像 那就变成怎样呢 在你怎么状况 上电要装怎样 下电要怎样 跟方丈要怎么个应付法 跟知客怎么应付法 跟这种性格怎么应付 跟那种性格怎么应付 然后没事的时候 我要怎么自得其乐 很多人去大陆去做谈堂 回来呢 回来的时候 他讲的是一部什么呢 一部这个 普尔茶经 佛说普尔茶经 你懂意思吗 他去掺普尔茶 他不是去掺修道 这样了解意思吗 油条道不行 你跟他讲什么 他说 这我知道 那个谁我认识 了解吗 是这样 那叫油条 那不叫残穴 这就两种 一种就是傻乎乎的 不好的当好 不对的当对 回来呢 就跟当家的 跟方丈和尚 人家哪里不是很好吗 人家这样做 人家那样做 人家那样做 那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外七扭八的做法 他也觉得很好 因为他不懂 那第二种就是 残穴 人家那样也可以啊 我回来也可以这样啊 就油条化 参方是为道 你得直接懂得 道在你心中滚动 你才会有道眼看到 可参的对象 不然 只是奔波 攀缘而已 最后你闭了业说 那你我认识 就这样而已 对你不但没帮助 而且还有逆向的 逆向的这种状态 因为它不一定是对的 这样你懂意思吗 是这样子 有的是不关乎对不对 但是关乎的是什么 适不适合 适不适合 这样了解吗 有道场是大 有道场小 有道场人多 有道场人少 有道场他们用法会来自利利他 有的道场就关门 唯恐不及 这各个本来就不一样 你一定要把鸡同鸭讲 你要把鸡用的过 鸭做的做法 弄给鸡去做 那也不对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说参方是需要一点智慧 基本上参方在二年级之后 才比较有能力一点 当然也可以师长来自己看一看 这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就教授自己注意一下 这个是可以 那当然南普陀当年因为男生 男人出家人 当时四五十个人在那里 整个学习憋在那 要让他们离开长远 原来的境界 去外面走一走 走一走不一定叫参方 去游历游历 游山玩水看风景一下 这不是不可以的 这叫做换环境学习 可以 那这个做法上我也可以给 我们教授一个建议 就是说 学院给时间段 比如说某年某月到 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一般来讲三天两夜 或者是四天三夜 应该是中庸的做法 我们初期都是三天两夜 那后来可以做到四天三夜 跟逼月里行不同 好 那么我们去哪里 当然可以去寺院走走 也可以去风景区看看 更重要的是 同学共同来成就这个计划 包括怎么住怎么吃 去哪里吃树 去哪里挂单 借树人家的道场 可以省钱 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这个就不叫参方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游历 这叫做什么呢 清净自然 或者是去 当然你要明显讲的参访也可以 但这个参访跟我刚刚讲 那个参访是不同的 这是换环境调理身心 这样懂吗 不是叫去学人家什么 就不是去学人家什么 是换个环境 认识结合于法源 这可以 这是可以 你比如说 你甚至还可以怎么做 比如说万佛寺在打佛七 那你不一定来到成天 你可能等一下要去圆光 明天要去圆光 第一天你安排在万佛寺 半天打佛七也可以 那你一直经历一下这样 那你就离开了 也可以的 到哪里去 什么日月坛 听说日月坛整理得很庄严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去爬玉山也可以 这个都不是不可以 这叫做洞 在外面的环境移动 他就可以参与 到场的住宿 活动 外加 参观大自然 舒坦身心 这摆明了就是一个 调理的动作 可以 可以 那希望那个什么呢 住持和尚你要能够拨一点经费帮助一下 是这样 当然也可以让居士发发心 不够在我常住补贴 那我们如果住人家寺院到场 可以省一点 但是也是要补贴人家一点 这可以 三天两夜 可以 由同学自己去安排 让同学在这件事情上互相学习 以前的南普陀 我们都这样做 请问院长是否能安排校外餐学 你刚刚已经讲了 是可以的 吸收天地 日月精华 干嘛 你要练经是吧 还是怎样 你是要练树经 还是要练什么经 吸收日月精华 当然在天地之间 晒一晒太阳 闻闻不同的空气味道 眼见不同的景象 舒坦身心 彰显 开阔心量 这是可能的 但吸收日月精华 那这就像他练经了 你应该在山洞里 是不是这样子 那就不是 不是这么讲的 还能够吸收 无量善知识的正能量 你是情况是怎样 你是吸经大法 还是什么法 这个是这样子的 对 也可以说 做一个小参访 请他做个小开示 这也不是不可以 这也不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 你要知道 我们的佛学员 是有目标 有方向的 那么有时候 有些长老 他的方向 不一定是我们的方向 那么七讲八讲 那我们又尊重他是长老 他讲一讲 又不是我们的方向 比如说有些长老 他会讲成说 心平应用慈戒 你们这个 听说你们悟光经事 哇 还守八境法 八境法退时了 糟了 你去请他开示 他讲成这样 那你下面要怎么教呢 老师要怎么教呢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些就要小心 懂我意思吗 就要狠选择 这点一定要多打听才可以 越到后段 他的危险性越低 越初期 危险性越高 因为同学心念还不稳固 所以这个 与其这样不如呢 去日月潭走一走 去哪里 看看你的所谓 吸收日月精华 还好过去吸收 这个很错的东西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属于 那 这一部分 所以善知识 有时候不一定容易求得到 再来都是善知识 也不一定顺学院的教学风格跟中风 它也可以叫做善知识 这样你听懂意思吗 所以说我想这个就要小心了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好 还有新的问题可以拿过来 那扩大这一类 幼小脆弱的菩提苗 是啦 是幼小脆弱 但我刚刚说过 属于所谓善知识的部分 应该要少 应该要谨慎 那个由市长 或者跟我讨论一下 那我了解一下状况 那至于说外面走一走 那没败害 没什么败害 乃至于去 只是去参观而已 没有请人开示 参观 那都比较没有什么事 去哪个寺院参观 去佛馆 就是佛陀馆去参观 那都没有什么问题 重点在开示 就会有一些小事情 要注意